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徐凯成欢季九日央视开播,一书同名小说改编 成欢季是一部改编自一书经典同名小说的电视剧 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深受观众喜爱 于4月1日,宣布将于4月9日起在CCTV8黄金强荡和腾讯视频播出 这一消息让无数粉丝激动不已 成欢季讲述了现代都市中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李成欢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外表冷酷内心却充满温柔 而女主角白小薇则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聪明善良,对爱情充满憧憬 两人因一次偶然的相遇而开始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剧中,李成欢与白小薇之间的爱情充满了挑战和考验 他们经历了亲情、友情和职场的磨难 但始终相互扶持,不离不弃 无论是外界的压力还是内心的矛盾 两人都坚定地选择了彼此,展现了爱情的坚韧和力量 除了主线爱情故事外 《成欢记》还涉及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职场竞争到家庭矛盾 从友情纠葛到人生抉择 剧中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展现了都市白领们的生活百态 在剧集的制作上《成欢记》力求 还原小说中的精髓 保留了原著的情感深度和细腻描写 同时,剧组还加入了现代元素和创新的表现手法 使得故事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成欢记》的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纷纷表示期待能够通过这部剧重新感受艺术的文字魅力 并沉浸在李成欢与白小薇的爱情世界中 《成欢记》在4月9日如期开播,成为了当下备受瞩目的电视剧 观众们纷纷表示期待能够通过这部剧重新感受艺术的文字魅力 并沉浸在李成欢与白小薇的爱情世界中 这部电视剧必将成为观众追逐的焦点 为大家带来一场感动人心的视听盛宴 《成欢记》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 由当红演员杨子和徐凯领衔主演,加上牛俊风的特邀主演 以及许玲月、张耀的主演,何赛飞、姚安莲的友情出演 以及吴燕淑的特别出演,阵容强大 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关注和期待 在这部电视剧中,杨子饰演的白小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 她聪明善良,对爱情充满憧憬,是个乐观向上的女孩 而徐凯则扮演了男主角李成欢 她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外表冷酷内心却充满温柔 她对白小薇展开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牛俊风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 她的加盟为剧集增添了一份神秘与张力 而许玲月、张耀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为剧集增色不少 他们将会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 何赛飞、姚安莲作为友情出演 他们的加盟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一份亲情与温暖 而吴燕书的特别出演更是让观众期待不已 她将会给剧集带来怎样的惊喜 成为了众多粉丝热议的话题 电视剧官微发布的配文 幸福的具象化是什么呢? 是加人间的欢声笑语 是时间捕捉到的满怨阳光 爱在生活里 加在成欢季 这句话充分展现了成欢季所要传达的主题 及爱与家庭的重要性 剧中不仅有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更有加人间的温情和感动 观众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共鸣 随着剧集的播出日期临近 观众们对于成欢季的期待与热情也愈发高涨 这部电视剧必将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 为大家带来一场感动人心的视听盛宴 成欢季的剧情简介围绕着麦成欢 杨子氏展开 她是一个95后的上海普通女孩 生活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中 在母亲刘婉玉和赛飞式的催促下 她与男友新家亮牛俊峰氏商议结婚 然而新家亮优越的经济条件 却让本来平等的感情关系变得失衡 而麦母过度干涉女儿的终身大事 更加剧了麦成欢与新家亮之间的裂痕 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手 在孝顺父母和终于自我的困境中 麦成欢开始苦苦寻找答案 她逐步意识到 要想摆脱母亲强势的关爱 她必须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并努力进取 在这个过程中 她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 但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 麦成欢的变化逐渐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特别是季祖母的支持和鼓励 她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 季祖母将自己最珍视的酒店经营交托给了她 这是对她能力和品格的肯定 麦成欢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她坚持不懈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她的故事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挣扎 更是关于一个普通女孩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价值 成欢记通过展现麦成欢的成长故事 呼吁人们在面对家庭 爱情和事业的选择时 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坚持 不要被外界的压力和干涉所左右 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坚持走自己的路 这个故事不仅温暖人心 也给人以启示和力量 继祖母的亲孙 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徐凯士 在与麦成欢的合作中逐渐对她有了更深的理解 两人成为了默契的工作伙伴 携手并进 共同打造出了一片属于他们的事业天地 姚志明对于麦成欢的能力和勇气由衷的敬佩 而麦成欢也对姚志明的经验和智慧心怀感激 两人之间的合作渐渐发展 成为了一种默契与信任的关系 然而 随着工作的深入 姚志明发现自己对于麦成欢的感情 并不仅限于合作伙伴 在生活中 她被麦家温暖的烟火气氛所感染 感受到了麦成欢身上散发的真诚和温暖 渐渐地 她发现自己不仅对麦成欢的工作能力心怀敬意 更是对她的个人魅力深感着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姚志明与麦成欢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她们在工作中的默契和合作逐渐转化 为了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彼此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让她们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与依靠 姚志明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心于麦成欢 而麦成欢也渐渐对姚志明产生了特殊的情愫 在麦家的烟火气氛中 姚志明与麦成欢的感情不断升温 她们共同经历了生活中的甜酸苦辣 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着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 她们的爱情故事渐渐展开 成为了成欢季中一道温暖而动人的风景线 从成欢西夏到成就自我 麦成欢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不平凡的成长之路 成欢季是一部由田宇指导、杨子、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家庭情感剧 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 这部剧聚焦于新时代母女关系的重塑 并融入了侏儒职场、生活、人生以及女性励志等现实元素 剧情主要围绕出身于上海普通人家的九五后女孩 麦成欢杨子是在母亲刘婉玉和赛飞式的催促下 与男友新家亮牛俊峰是一婚 但两人关系因新家优渥的经济条件而变得失衡 麦成欢在孝顺父母和忠于自我之间艰难求索 逐渐从母亲的强势关爱中挣脱 并在工作上更加专心进取 在职业发展中 她得到了继祖母的认可 并承担其酒店经营的重任 继祖母的亲孙 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徐凯士 在与麦成欢的合作中逐渐理解并认同她 两人成为工作伙伴 感情也逐渐升温 成欢季已确定将于2024年4月在中国大陆首播 共有38集 每集大约45分钟长 这部剧在播出前就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期待 被认为是今年最有潜力的家庭情感剧之一 除了杨子和徐凯外 剧中还有牛俊风 张耀 许灵月 何赛飞及姚安莲等实力派演员加盟 使得剧集的演员阵容更加豪华和有看点 杨子杭州活动人气爆满 杨子近期参加的线下活动吸引了大量关注 这次活动是在杭州的一个商场举行的 也是杨子在禁组几个月后少有的公开露面 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 活动开始前 杨子的工作室发布了他的造型照片 照片中他穿着黑色西装长款外套 搭配白色打底和短裤 展现了他的美腿 他的发型是中分的卷发 搭配夸张的大耳环和品牌墨镜 整个造型酷萨十足 气场强大 尽管他的造型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西服外套配皮带看起来很怪异 而且整体造型显得有些沉重 但杨子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身材嵌瘦 腿又细又长 活动当天 商场聚集了大量的人群 从多层楼的商场围得水泄不通 显示出杨子的高人气和良好的国民度 此外 还有网友放出了活动现场的一些照片 质疑现场人气并不如预期 但粉丝解释称 这些照片是上午拍摄的 而且杨子的台子是面对一面的 所以背后看不到杨子正脸的地方人比较少是正常的 从多个角度看 当天的围观群众还是很多的 总体来说 杨子这次线下活动的造型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他将自己的个性和时尚品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杨子的时尚品味 还让他焕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让人忍不住为他点赞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